为了证明自己是火星人 男人直接把右手从胳膊上拧了下来 紧接着他又露出自己的手臂 只见上面只长了四根手指 原来他常年暴露在火星辐射下 身体结构已经出现进化成为了变种 眼看这里都是自己人 于是队长把他们带回了反抗军的秘密基地 但他们很快就得知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火情局已经关闭了这片区域的空气供应系统 并威胁他们在12小时内交出道格 如果他们不照做 到时候用不了一天 这片区域的所有人都会因为窒息死亡 不过道格的去留 只有反抗军的首领才能决定 随后将军把他带进了一间办公室 就在道格疑惑首领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随着将军的身体一阵抽搐 从他衣服里伸出了一只婴儿的手臂 直到这时道格才知道 首领竟然一直寄生在将军的肚子里 怪不得火情局无法找到他 原来由于长期缺氧和太空辐射 让火星人的身体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异 但这也让他们拥有了异于常人的心灵感应能力 道格来此的目的 就是希望首领帮他恢复被洗掉的记忆 紧接着首领开始和道格共享他的记忆 原来就在50万年前 外星人在火星上建造了一台 行星级的巨大生态系统改造机 启动后就可以重塑大气环境 让火星充满氧气 适宜探机生命居住 但由于机器一旦起 就会破坏火星上的珍贵矿产资源 火情局为了挖矿赚钱 在发现这台机器后就把它给关闭 而道格的目的 就是要想办法重新启动这台机器 让移民到火星挖矿的地球人恢复自由 然而就在这时 山洞突然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士兵开着挖矿车已经闯入了叛军指挥部 道格急忙唤醒将军 可他们这时想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 越来越多的士兵 在挖矿车撞碎墙壁后冲了进去 道格只能一边开枪一边掩护众人撤退 然而道格万万没想到 就在他们准备穿上宇航服逃出去的时候 出租车司机突然用枪打死了将军 原来一直饱受压迫的司机 为了高额报仇 已经沦为了火星情暴局的走口 紧接着 他们被带回了火星情暴局组部 就在两人以为在劫难逃的时候 局长却对道格十分热情 原来道格竟然是双面间谍 只有通过洗掉他的记忆 让道格彻底变成另一个人 才能获取反叛军首领的信任 这一切只不过是 他们两人事先制定好的计划 而接下来 道格会被植入身为特工的记忆 重新成为局长手下最得力的干将 随后他们把道格和梅琳娜强行绑在了仪器上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重新变成另一个人 然而局长万万没想到 失去记忆的道格已经不再是他的手下 现在的道格只想做他自己 眼看仪器已经开始启动 道格竟然直接掰断了金属作用 随后迅速干掉了一手 而其他人也根本不是道格的对手 在解决了一群小卡拉咪后 他们趁着大批士兵赶来之前 两人成功逃出了火星情暴局 此时外面的居民已经因为缺氧 全都失去了行动能力 现在情况危急 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打到矿权深处 重新启动外星人留下的大气改造 到时候反应炉会融化火星的地下冰盒 把其中的氧气全部释放出来 火星就会成为第二颗弓人类生存的星球 然而等他们赶到这里的时候 火情局已经派了重兵守在一气入口 道格刚走进去 就被守在这里的士兵乱枪打成了筛子 可还没等他们高兴两秒钟 倒在地上的道格竟然大笑了起来 士兵还以为是自己的枪出了问题 原来道格根本就没有中枪 他提前用全息投影替代自己耍了所有人 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 道格突然从身后偷袭 瞬间就干掉了一大批士兵 紧接着 道格依靠全息投影一开始大杀特杀 让他们一时间根本分不清 眼前的道格到底是不是真的 道格又把全息投影交给了梅林 仅存的两个士兵也被自己给干掉 随后道格急忙乘坐电梯 迅速赶到了大气改造控制台 就在他要伸手启动的时候 局长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他竟然为了自己能够统治火星 想要彻底炸毁这台外星机器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梅林娜及时赶到干掉了局长 眼看对方还没有死透 反而抢先一步启动了开关 道格急忙捡起地上的炸弹 迅速把他扔进了附近的排气管道 但这也破坏了一气内部的密封系统 强劲的负压把所有人吸得东倒吸歪 就在他们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道格拼尽最后一点力气 终于把手掌按下去启动了反应 而他们也因为坚持不住 被火星上的负压吸到了外面 就在他们快要窒息的时候 随着外星机器开始发挥作用 无穷无尽的氧气顿时从地底喷涌而出 巨大的气流 瞬间开始充斥了整个火星的大气氛 伴随着天空洒下第一缕阳光 所有的火星人类终于得救了 这是上映于1990年的科幻电影 《全面回忆》 在内的年代可以说是脑洞大开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原品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